各位網友院友大家好,不經不覺又過了幾個星期,我那塊背景報都依然留在店鋪還未拿回來,所以今集依然有我的睡房和睡花場子陪伴大家去成長。 今日的日期是2022年10月24日星期一,喜歡請按LIKE、SHARE、留言、訂閱,或者用Youtube的超級感謝祭來課金,多謝各位。 說起英國新聞,都真是峰迴路轉每一週,英國政府或英國政壇每一天都有新的變化,當中的混亂和瘋狂程度,好看台慶連續劇。 幾個星期前還說卓慧斯當選了保守黨魁英國首相,然後陰點了財政大臣關號廷,做了一個小型財政預署案,搞到全民減稅,有錢人都有份,人人有份,同時提供能源中貼。 但是就要增加英國國債去籌錢,所以令到市場恐慌,最後英鎊插水引致英國銀行加息,去維持市場的穩定。 亦都同時令到首次事業人士借不到錢上樓,借到錢的又要給貴息,然後老人家的退休基金因為是投資英國國債,所以又凍過水。 英鎊匯率低,令到英國百物騰貴,總之人民苦不堪言。 英鎊匯率低,不僅僅政府民意插水,連大保守黨都跟著陪葬,有見及此。 保守黨議員當然不會坐以待斃,於是作出反抗,又逼供,又說要彈劾卫斯。 於是卓卫斯反快刀斬亂麻,第一時間找了新任財相關浩亭去祭旗,還給了死貓他吃,令到他做了十多天財相後要含恨落台。 不僅如此,卓卫斯還找了在台下叫喊得最大聲的侯俊偉上台去繼任財政大臣,同時就淤香了絕大部分的小型財政預算案當中的政策。 可憐於湯自己也無法平息民怨和保守黨議員們的怒火,所以最終玩了四十多天後,卓卫斯也要宣布辭職下台。 有趣的地方是新任財政大臣,AKA中國女婿,又名西俊偉的侯俊偉,說, 無論誰上台做首相財政大臣都依然是我的,亦無損外計劃的財政政策也是的。 他一上台即時剪掉之前派堂仔的福利財政計劃,英鎊就繼之而升回。 在這個時勢,誰有料到就誰大聲,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 說回卓卫斯辭職,保守黨內即時進入跑馬仔模式,一開閘, 帶頭跑出的就是莫佩林,因為他第一個宣布割續保守黨魁寶座的人士, 可惜他後勁不計,而且留百看,所以支持他的保守黨議員是不多的, 一句都說了,票數不夠,所以他都無緣問頂寶座的。 跟手去到中段時間,一句我回來了的波哥都真是露馬有火的, 不但有龐大的民意支持,還說已經得到足夠議員票數支持他。 氣勢強度,令對手今次國度保守黨魁兼英國首相的黑馬申衛城險捨度馬。 而話說波哥知道卓卫斯要下台,自己有機會安康直到緊駕都臨急臨盟回英國, 同時也知道保守黨內嚴重分裂,於是第一時間找了申衛城以及莫佩林談台底數, 可惜兩邊都談不成數,要堅持速選,正所謂自己大佬自己做, 於是最懂得漢風洗禮的波哥都知道玩不過, 最後決定退選不玩,翹上雙手看日後點的情況,然後指點江山好過。 同時間,波哥宣布不玩的時間也出了一份聲明,令大家明白事情的真相。 他聲明的內容就是這樣的。 過去幾天,有很多人來跟我說,你不做大哥真是浪費了你, 我都苦心自問,作為漆黑中的營火蟲,去到哪都能夠發光發亮的我, 如果上台都能夠橫掃全台之餘,也能夠帶領英國解決經濟問題和民間家庭的壓力。 雖然我知道我參選都一定贏,但上台上,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保守黨,也沒有一個合作的國會,我都是做不到事。 我都試過去找阿成仔和林林去談合作,但都談不成數,所以無奈之下,我都是不玩了。 看完這份聲明,大家可以明白,過去幾年波哥在位真的沒什麼多,就是黨內的仇家特別多, 同時即使他氣場大佬都壓不住黨內的分裂問題。 卓慧斯是一個好例子,不但駕馭統領不了自己內閣,也說服不了黨內議員的支持。 同時亦可以告訴大家,在這個時候誰上去都是誰死的,第一,能源和物價問題,戰爭不結束,基本上解決不了, 而且烏克蘭和俄羅斯已經去到深仇大恨的地步,你死我亡的了。 場仗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打完不止台海都隨時開戰,問題只會越來越大。 第二,保守黨內存在嚴重分歧,基本上沒有人能夠統一黨內的聲音,你都得不到足夠的議員支持。 第三,保守黨民意支持度嚴重不足,甚至是民眾已經不再信任保守黨,或者怨恨保守黨, 所以你說,步步艱難做不到事,基本上保守黨都是時候讓位,然後用幾年時間再重組改革。 就正如這個工黨大佬,斯幾言所說,是時候提早大選,保守黨不應該再將自己黨的利益放置在國家利益之前。 話說實話,工黨近來強調如果他們上台的話,工黨將會將能源事業國有化,都真的買到不少票。 那說回保守黨魁兼英國首相補選,媒體剛剛公佈了,今天新衛城自動當選,成為保守黨魁兼英國首相。 而這個消息一出,經濟市場即時波動,英鎊又再升了。 同時間,他老哥也是史上第一位非白人印度裔、印度教徒、英國首相,真是難得難得。 雖然如此,個人都認為新衛城是做不長的,先不說兩年後大選到期,或者他老婆避稅。 或者在這個共渡時間的日子裡頭,他仍然是身乾頸靚, 而且他夫妻豪洗裝修豪宅,興建私人泳池,令民眾感受非常之不良。 重點是他一直都主張用緊縮財政政策去修補政府財政黑洞,這個是死穴。 同時間,他也表示過會忠守和實行保守黨裡面2019年時期宣布的政綱。 即是增加NHS的資源,增加警員數目,增加基建計劃,增加學校的資源, 2025年令牌坊和不加稅,大家想清楚,又要花錢又要賺錢, 現在還說不問人借錢,即是你想怎樣? 即是割福利開支這麼簡單的。 問題是現在英國很多家庭都因為經濟環境問題引致到吃白粥, 你割福利等於拿人命暴動都好像, 所以作為花生友都真的坐定等,看好戲,看他怎樣拆了。 而媒體就建議辛惠誠先將自己和他老婆負身家捐出來救英國吧, 同時間也可以問他外父有沒有興趣一起捐身家的。 因為他外父身家的數字真的可以富可敵國, 更多錢過英國的國王。 所以如果他們捐身家的話,幫英國人不少, 同時間英國人是會感恩戴德的, 保守檔保守領導英國, 辛惠誠分分鐘做多幾屆手上都沒有問題。 同時間,又說回波哥, 他那麼會做,讓路給小朋友, 辛惠誠又怎會不回報他呢? 又會打算怎樣回報他呢? 據最新的報道消息就說, 辛惠誠將會支持波哥去做北約秘書長的, 希望他能夠有效解決烏克蘭戰爭問題。 好了,剛才說起印度人, 跟大家說一下英國的印巴族裔糾紛。 因為之前也有網友問過, 問我早前, 李斯特城的印巴衝突是什麼回事? 首先,媒體不但標籤這個事件是種族衝突, 同時間也是宗教問題, 即是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的衝突。 衝突的導火線究竟是什麼都不清楚, 有說是因為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一年幾場的板球賽對決, 最初由球迷糾紛變為種族和宗教衝突。 也有一個說法, 一位伊斯蘭教的KOL, 去到列斯塔印度人聚居的地方, 以行為和言語在網上作出挑釁行為, 引致印度教徒不滿而發起遊行示威, 當中有極右的印度教徒襲擊伊斯蘭教徒, 所以事實上是印巴的國土, 民族和宗教糾紛的延續, 久不久都會發生在英國土地上, 真是見怪不怪的。 但是可以預見這個衝突近來將會更加頻密地發生, 為什麼呢? 因為會更加多這些問題, 因為印度新年, 還有一些幾場不知什麼的比賽, 不太清楚, 沒有留意了。 順帶一提, 新任首相新衛城都是印度裔印度教徒, 而倫敦市長簡世德是巴裔的伊斯蘭教徒, 所以英國真的是一個多元化的國家, OK? 是,這麼多了。 好了, 說起倫敦, 又說起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, 如果問大家, 目前俄羅斯要放核彈去炸, 第一個炸的地方在哪裡呢? 並非烏克蘭的, 根據英國媒體所說, 炸的地方不是烏克蘭因為太近俄羅斯, 所以俄羅斯也不想害到自己, 同時, 炸烏克蘭是沒有威懾力的, 所以媒體一再強調, 如果俄羅斯第一個會炸, 都是炸英國的倫敦, 而如果俄羅斯放出的是最強的核彈去炸倫敦的話, 倫敦有拜拜之餘, 香港人熟悉的Brighton, 聖Album, Wedding, 劍橋, 牛津居民都需要跟大家說一聲, 他方再會了, 所以既然會累死這麼多人, 不如普京你早日陳歸陳, 肚歸肚算吧, 不要加那麼多東西了, 好了, 最後一件事跟大家分享的是, 之前一直都有朋友問開, 英國買新屋買哪個發展商最好? 通常我都會回答大衛偉亦信, 不用想的, 但是時而細亦, 現在你去問我的話, 我會建議大家不要買新屋, 為什麼呢? 因為英國是不夠建築工人, 發展商又要趕著交樓, 起到什麼東西出來, 大家都真的心照, 例子是最新的報導, 有一對夫妻在北安普東, 用了四球半買了一間四房屋, 發展商就是David Wilson, 到收了的時候, 房子有250個問題, 有待處理的, 當中包括外場倒塌, 大家看到圖片當中, 很誇張的, 電線和天花還沒處理好, 暖板不可行, 還有門是爛的, 之後要由發展商去處理的時候, 搞了五個多月都搞不定, 同時, 外場倒塌的問題, 如果要解決的話, 需要整幅牆拆掉, 再重建都真是大工程, 所以都是那句, 買樓不同買一棵菜, 博取錢想一想先吧, 好了, 今天的節目時間是這麼多, 多謝大家收看, 之後再會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其他的英國奇趣事情, 今天是這麼多, 拜拜!